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年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你悄悄变美的那些小物品 我只告诉你哦 你不要告诉别人 那今天要推荐的第一样小物呢 我已经带在我身上了 你们能发现吗 是不是发现不了 因为那就是假发片 那我今天带在这个颅顶的呢 是10厘米的 也就是长度只有从这里到这里 这么一点点 因为如果再往下的话 这边可能会堆起来 但如果说我是平时扎马尾的话 我会用这样一个 1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假发片 现在假发片都做得非常的好 这都是真头发 如果你就平时这样子是垫高的话 真的是丝毫没有破绽好吗 我觉得假发片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适合 像我跟我一样发量非常少的女孩 因为我现在头发是刚刚洗 所以说看起来很蓬松 但其实我头发就这么一点点 非常的可怜 看起来让我头发变多 是我成年以后都在追求的事情 要买起来好吗 这个东西真的太有用了 我已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个女生朋友 头发少的哈 既然说到头发 那第二个小东西继续给你们推荐 也是关于头发的 我呢是完全的细软发质 所以说刘海真的很不听话 所以我会买刘海喷雾 登登 花王的这个刘海喷雾 那其实这个也是朋友推荐给我的 我觉得这个喷雾真的是 算是相见恨晚吧 我之前还用过其他的一些品牌 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最好用的 这个已经是我买的第二瓶 那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黑色的盖子呢 不是它原装的 原装的被我们家小猫咪弄丢了 呃换了另外的不好用的品牌的这样的盖子 所以说它现在喷出来的这个气体 就不像它原装自带的那么的绵密 那么的细 那如果说你是买原装的话 效果会更好 那我要说一下我喷这个的小技巧 我才开始用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我方法用错了 我是直接就是这样子对着我的刘海喷的 让我本来这样比较细软的刘海变得很重 变得一捋一捋的 就看起来很像头发刘海油了 你知道吗 那我现在用这个的话呢 我会就是对着空气中喷 然后这样子走进去 像喷香水一样 这样子走进去 散一散 然后基本上是喷个大概三到四次 因为我今天已经喷过了 所以说我就不再做多的示范了 它还可以喷一点 也用同样的方法 就是也是往上面喷 然后看我们这边很多小碎发 也可以把它这样子稍微梳一下 跟我一样 有这样的空气刘海和小碎发的女孩呢 这样的一个定型喷雾 真的是很必要的 那接下来第三样东西来啦 十年前非主流时代的黑框眼镜 它又回来了 我发现黑框眼镜这个东西 真的是你不戴还好 一戴就发现它是真香 有没有 戴上之后瞬间就变得非常的斯文败类 都市利人 而且戴上真的是脸瞬间就小了一圈 同时我觉得这个眼镜其实更适合 拳骨很宽的这样的人 因为你看它这个黑框能够完美的把我这个宽拳骨给遮住 如果说是这个眼镜我不化妆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镜片 若隐若现的能够把我眼睛放大一丢丢 而且它这个黑框也能相对于遮一点眉毛 戴上黑框然后只要涂个口红 基本上就能出门了 我前两天戴了这个眼镜去看掌 然后那个过程感觉自己都被那种学识渊博 都市利人的感觉附身了 这个真真正正的素颜神器有没有get到 那接下来这个单品呢是关于睫毛的 就是这个睫毛打底 我相信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用过睫毛打底 那睫毛打底其实有很多品牌 我自己选择的是You Kiss这个品牌 首先当然是因为它价格比较低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刷头 刷头是这样很细很细的 它的这个颜色其实不算很深 所以说上了睫毛之后 它的存在感不是那么的强 如果你本来睫毛就是比较短 比较稀少的话 那可能这个用上去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我是睫毛本身好见不是那么差 颜色很淡不是那么的浓密 我觉得用睫毛打底就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是眼部非常油 很容易运装 我之前用那个Kiss Me的睫毛膏 其实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用了 我当天如果没有定妆的话 我还是会有运装的这样一个情况 用了它之后就没有再单独的用那个睫毛膏 因为我觉得这个的效果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 它涂在我自己的睫毛上很像巴生睫毛的感觉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单独涂的时候 一定要从根部这样慢慢的以那个Z字形状这样往上刷 不然它就会有一点点结块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呢从性价比方面来考虑的话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就是三四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那接下来的这个小东西呢 还是跟睫毛有关 因为我最近发现只要睫毛画好了 好像眼影都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我接下来推荐的是这个 假睫毛我真的有很多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 那这个睫毛呢也是我关注的一个博主所推荐的一个品牌 它叫做品义奇 你看它这个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 然后是那种很淡很淡的一整根要粘在你的睫毛上的 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以前没有用过假睫毛的女生呢 你可以把它从中间剪一段或者是剪成三段 然后粘在你睫毛的尾巴的根部 因为其实我的眼睛不属于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要把它延长一点眼尾 会让我整个眼睛在脸上的比例看起来会更好 像我现在就是一个有粘在那个眼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它贴在眼睛上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而且也不会有那种泛灰啊或者说是泛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它里面松的这个小胶水也还蛮好用的 一条这样的一个睫毛可以用好几次 就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了哈 而且我最近还发现有那种就是一左一左的那种睫毛 那我觉得那种的话我近期准备去尝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我再给你们推荐 好了那接下来呢是给你们安利最后一样小单品 那就是登登优衣库的羽绒小马甲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便美小单品里面 你知道冬天太冷了 但如果说每一天外套都是穿羽绒服的话 真的会让整个人变得很神美疲劳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穿大衣的 这个穿上真的超级保暖 你只需要穿在那种稍微蓬松一点的那种毛衣 或者是卫衣里面 它完全是不会有任何显胖啊 或者说是露出来的情况 这个其实已经买了两年了 连续两年的冬天都在穿 同时它也很轻便 并不会让你就是有压在身上 有重量的感觉 我买的是黑色的 因为黑色的白糟 而且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羽绒服的单品呢 好像是两三百块钱吧 我不记得具体的了 199还是299 但是它真的可以穿很多年 保守估计这件我至少能穿五年 每个冬天如果说你的利用率 跟我一样高的话呢 我觉得是超过任何一件 大衣跟羽绒服外套的 因为它穿在里面 你可以无数次的穿它好吗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怕冷的女孩必备 好了 那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如果你也有什么 可以让人家悄悄变美的小单品的话 你可以留言或评论告诉我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一起敲敲敲美吧 拜拜